米利被曝多次越拳藐視權威 參議院將就撤軍拷問米利等多位軍方高層 英國首相約翰遜首度訪美 拜登送厚禮取消旅行禁令 3.5萬億預算案中 民主黨提出大赦800萬非法移民的提案受阻 美國展開驅逐行動 包機遣返海地難民 川普崩擊 美國成了污水池 好萊塢大片《卢旺達飯店》主角原刑被判有罪 影片情節被曝不真實 拜登政府9月20日表示 美國將會在11月初 對來自英國 歐盟 還有其他許多國家的已經接種疫苗的航空乘客重新開放 也就是取消旅行禁令 此前 英國首相約翰遜本打算在9月21日在白宮與拜登會面的時候推動拜登改變旅行政策 讓英國人可以飛往美國 約翰遜在9月19日飛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 並開始為期4天的美國之行 這也是他在2019年7月份入住首相府以後首次訪問白宮 新的措施標誌著拜登政府的一個重大轉變 而且這是在外交關係緊張的情況下來自歐洲盟友的要求 英國駐美國大使皮爾斯說 9月20日履行公告 對大西洋兩岸的家庭和企業來說是個好消息 我們感謝美國認識到英國在防治大流行病方面取得的進展 包括高疫苗接種率和不斷下降的病例 白宮大流行病協調員暫次表示 從11月初開始來自所有國家的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將能夠到美國旅行 他們必須在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前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和出發前3天內的陰性測試結果 美國疾控中心CDC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前往美國旅客的信息 包括他們的電話號碼還有電子郵件地址 航空公司將保留接觸者追蹤信息30天 暫次說這將使疾控中心能夠在他們周圍的人 檢測出陽性結果的情況下進行追蹤 抵達美國的已經接種過疫苗的旅客將無需隔離 關於哪些疫苗將被接受 暫次說它將會聽從疾控中心的意見 任何沒有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在返回美國的時候 也都必須在回美國的前一天進行檢測 並在抵達美國後再進行一次測試 國會即將對8月份由阿富汗撤軍舉辦的聽證會上 向拜登政府兴施問罪 高級將領撤軍前向白宮所提的建議 極有可能成為詢問重點之一以便追究責任 而前助理陸軍部長指責米利在川普執政時期 僭越職務發號施令 《華盛頓郵報》近日報導說 美國駐阿富汗部隊指導官米勒將軍 向參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 他向國防部部長奧斯汀 中央指揮部指揮官麥肯齊 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建言的時候 拜登並不在場 米勒當時建言反對將美軍全部撤走 米勒表示無法確定自己的建言是否有送到白宮 另外一位官員在9月17日也曾透露 米勒的表態曾經傳達給拜登 軍事委員會目前聽取到的這些內容 足以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說法與真相之間有諸多不符 而拜登在撤軍建議上顯然有些沒有聽取軍方的忠告 而此前拜登曾在公開聲明中說 將領們評估時無意義認為8月底前應該撤走全部的美軍 兩黨目前打算就阿富汗戰爭算賬 因此也預示了國防部長奧斯汀 米利 還有麥肯奇 向拜登就撤軍提出了哪些建議等等問題上 他們在國會作證時將會面臨激烈的質詢 另外參議院將會在9月28日傳喚米利 就有關阿富汗撤軍儀式接手嚴厲的質詢 米利將軍除了在撤軍問題上被指責混亂 近日的通共門也讓他的信譽備受質疑 川普政府時期的一位前助理陸軍部長奧丁斯基 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 他指責米利在川普執政的時期 在行為模式上經常鑑躍他的權力 據奧丁斯基說 他親眼看到這些高級軍事官員們 在鑑躍權力做事 比如在華盛頓特區騷亂期間 米利將軍作為一名參謀 一名顧問 他繞過指揮系統 命令第82空降師和第10山地師的成員 連夜飛往華盛頓特區 奧丁斯基說 這破壞了川普的潛在指揮 並認為米利應該辭職 8月撤軍讓拜登的民調一路大跌 近日根據摩莫斯大學的一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相信美國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的美國人是越來越少 調查發現只有29%的成年人說 美國正在走向正確的道路上 而有56%的受訪者表示 美國正在走向錯誤 高於2個月前的56% 國會參議院民主黨人想把移民改革納入3.5萬億 預算案的努力遭遇到重大打擊 9月19日 美國參議員麥克多諾裁定 民主黨人不能把為數百萬非法移民提供 獲得公民身份途徑的條款納入3.5萬億美元的 預算法案當中 麥克多諾表示 民主黨的提案所帶來的政策變化 遠遠超過了對預算案本身的影響 不適合納入和解議程當中 他所指的和解議程在1980年首次在國會使用 就是允許某些預算法案 只需要以簡單多數就可以通過參議院的審議 從而繞過對手可能的阻撓程序 9月初 民主黨提議將把移民政策措施也納入他們的預算計劃 這個措施將赦免4類近800萬非法移民 包括前總統奧巴馬提出的夢想生計劃 還有就是持有臨時保護身份的人 農業勞工和民生必需行業的工人等等這4類人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民主黨對這一裁定深感失望 但他補充說 參議院民主黨人已經準備好了替代提案 希望與麥克多諾進行進一步的會談 而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則在一份聲明中 將民主黨人的這個提案稱為不恰當的和激進的 並補充說很高興他失敗了 面對近日上萬非法移民湧入德州的罕見情況 近來拜登政府的一連串的執政操作 似乎讓左派媒體也坐不住了 9月19日NBC電視台政論部主任托德 在今日週末的節目中表示 從美墨邊境日益嚴重的非法移民危機 到美國無人機攻擊了一名阿富汗援助工作者 以及他家人的報道 另外還有拜登政府推動的疫苗強制令 帶來的巨大反彈 拜登目前遇到了一個相當大的細語危機 托德還補充說 拜登即將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時 他還需要面對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 領導力和信誉危機的問題 近日德州出現了嚴重的邊境危機 德爾里奧大橋下面罕見地聚集了上萬非法移民 美國政府在9月19日采取了驅逐行動 調配了飛機把海地難民直接送回海地首都 這也標誌著幾十年來美國最迅速最大規模的 驅逐非法移民的開始 德州眾議員普羅格在9月18日去了德爾里奧大橋下的現場 他對福克斯新聞表示 在惡劣的條件下紮營的人數已經接近了15000人 這些人大多都是海地人 在這期間至少有兩名婦女分娩 其中一名婦女送到醫院以後確診感染了COVID-19 他警告說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 邊境官員們擔心會有失控的情況發生 目前還有更多的海地人正在乘坐巴士 穿過美墨邊境朝這個地方而來 非法移民們只需要跨過淺淺的河水 5分鐘就可以從墨西哥進入到美國 普羅格說 目前這種情況一部分是由於拜登政府之前 停止驅逐航班令的政策造成的 除此之外 批評者還指出 拜登政府已經在美國延長了海地人的臨時保護身份 也撤銷了川普時代邊境保護措施 普羅格呼籲拜登政府扭轉結束川普時代政策的做法 為了減緩大量海地移民湧入德里奧進入美國 美國政府在9月19日關閉了這一段邊境 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在今天前往德州 和官員們商討解決邊境危機的情況 國土安全部還表示 大多數移民將會通過第42章公共衛生保護措施被驅逐 同時強調美國的邊界沒有開放 昨天9月19日已經派出了三架包機 將非法移民送回到海地 估計每天將會有5到8架飛機運送剩餘的海地難民 但航班數量將會看目前的運作能力 以及海地政府意願接受多少航班而定 另外政府在今天9月20日還會部署600名特工和官員來協助遣返 如果有必要將會派出更多的人員 川普總統在執政期間 發布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公共衛生命令第42條 這個命令允許把大多數非法移民直接驅逐出境 而不給他們申請庇護的機會 拜登政府對之前從南美洲來的大量非法移民 從來沒有實施過這項政策 但對海地難民和古巴難民現在是動用了這項命令 9月19日川普總統發表書面聲明指出 目前有數量最多的數以百萬計的 沒有經過檢查和審查的非法移民正在湧入美國 這是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川普表示 拜登政府治下的這種情況已經不是什麼邊境危機了 而是危機中的危機 而美國正在變成容納各種非法人群的污水池 川普揭露 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 拜登政府以及支持他的主流左派媒體無動於衷置若網文 9月17日發布的一項預測報告稱 對非法移民的抓捕 2021年估計會高達185萬次 這打破了先前2000年164.3萬次的記錄 據《路透社》的報導 9月20日 在電影《盧旺達飯店》中 被描繪成拯救生命英雄的男主角原型 路斯沙巴迪娜 被盧旺達法院背叛有罪 罪名與恐怖主義有關 67歲的路斯沙巴迪娜 因為在2018年一系列襲擊中 支持一個反叛組織而被判有罪 他在2020年8月首次被捕 面臨9項指控 包括資助恐怖主義 暗害 組建非正規武裝團體 以及加入恐怖組織 路斯沙巴迪娜 因為好萊塢電影《盧旺達飯店》而聞名 影片據說是根據他的經歷改編拍攝的 講述了1994年身為酒店經理的主角 保護眾多無辜人士免遭殺害的故事 影片曾獲得奧斯卡金獎和金球獎等多項提名 不過這段經歷的真實性在盧旺達遭到廣泛的質疑 幸存者認為內容不真實 法新社報導說 經過長達7個月的審判 法官在9月20日宣布 路斯沙巴吉娜成立了一個攻擊盧旺達政府的恐怖組織 並對恐怖活動提供資金 盧旺達檢方打算判路斯沙巴吉娜終身監禁 路斯沙巴吉娜被認定為 盧旺達民族解放陣線這個恐怖組織的成員 被指控在2018年發動襲擊 造成9人遇難 路斯沙巴吉娜說 她從來沒有要求任何人以平民為襲擊目標 但她承認向這個組織匯款 據報導說 路斯沙巴吉娜多次對盧旺達總統卡加梅進行批評 她呼籲在盧旺達實現政權變革 目前她的家人否認對她的9項指控 還說她是因為直言不諱才遭到政府報復 路斯沙巴吉娜在本月稍早的時候說 路斯沙巴吉娜受審不是因為她有名 而是因為她的行為造成人命損失 美國以及歐洲議會還有比利時 都對路斯沙巴吉娜在盧旺達被捕的始末 以及審判公平性表示關切 好 感謝您關注今天的希望之聲TV北美新聞 我是小蘭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在這裡也提前祝您中秋節快樂